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世代交替这么多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是 什么原因让您做这个决定的 年纪是有差一些 11岁 他是61年次 我是50年次 算半个世代 我在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里面 算是中古 也不算是比较老的 也不算年轻的 就在中间 但是我从政的时间蛮久的 我在从政 已经第27年了 都是担任民意代表 四任的议员 三任的立委 那这一次徐欣 同舟计划回到国民党 算是强而有力的竞争 老实讲 然后最主要 第一个我从政很久了 我觉得 也许可以让其他人 年轻 尤其比我年轻的人士看看 如果他也能够守住这一席的 这个前提很重要 你要守得住 看起来席心也不错 也蛮强的 另外就是说 看到这个初选过程 刚刚我们聊天都提到 这个费心大战 还有这个 后面还有 还有初选 你也要初选 那我们也会有一点担心 就是说初选过程当中 如果杀得太激烈 那对国民党会有伤害的 不管从 你看从一开始 那个要去登记的时候 为了真是全民调 还是三期 你看就用人头登记 这个都是伤害 所以我看到那个过程 可以想象 如果继续选下去 老实讲 因为实力接近就会激烈 如果实力悬殊 就比较不会激烈 那看起来 我跟徐欣是实力蛮接近 所以一定很激烈 所以后来种种考量 后来我就做这样的决定 当然这个跟侯市长 跟杨县长 还有黄建廷 秘书长 朱主席都有做一些讨论 然后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总统大选 这个政党轮替 这个恐怕是我更关心 而且是对国民党更重要 所以我最后才做这样决定 维员看起来 你这个棒子交出去的是很peace的状况 但您刚刚也提到这个费心大战 这一场大战已经落幕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重点 当然就是国民党在这个选区团结对外 所以就有一些伤痕修复的工作 那您的观察 你觉得党中央现在的角色呢 因为之前在这个前期双方 这个非常摩擦平平的时候 大家包括民众我们支持者 都会希望党中央有一些动作出来 针对这些初选很激烈 或很激动的选区有一些动作 但那时候似乎都没有看到 党中央有什么进一步的行为 那现在在修补伤痕这一块 还有失利点吗 好 之前那个过程我们都看到了 确实如你所说的 党中央好像出力不多 包括我们的这个蒋万安市长 也出来各自去找他们谈 但是还是很激烈 还造成很大的这个冲突 老实讲 那后面我希望 我们在这边也呼吁 党中央前面就已经过去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那后面要如何修补 要让这个辅选过程当中 原来的这个分裂 能够弥合 拜托 党中央要多出力一点 然后让这个提名者可以胜选 所以这个我们也在这边 再一次呼吁党中央要 不是只管总统那一部分 也针对这个立委辅选的部分 尤其初选裂痕产生的地方 要更用力一点去处理将来辅选的事情 委员除了您之外 也有这个徐政宏委员说 他跟你同州退选 也放弃宣布 他也宣布放弃连任立委 那您觉得这个有受到 心肺大战掀起的 在国民党内所谓这个 世代交替的浪潮影响吗 我觉得都有影响 像我也是看到这个初选那么激烈 哇这个我看起来就很吓人 不是对我自己而已 自己让他压力也很大 但是对国民党压力也很大 因为会伤害会减分 那徐志龙委员 我觉得我当开记者会那时候 然后他就马上讲了那一句话 我跟维州同州退选 同州退选 同州计划 同州退选 那我觉得只是诱发他的内心 再一次表达这样的意愿 其实他在之前都已经有提过了 要交棒了 那他年纪大我一点点 然后他也担任过很久了 他担任过乡镇长 然后立委也好几任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觉得徐志龙委员 是一个我跟你讲 他很特别的人 他在党内人员非常好 因为不争 我跟大家报告 所有的立法委员 你看到最后都想要争白理喉 对不对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 只有一个人从来不争 大家要推他他还不要 就是徐志龙 你记得上一次 对对对 大家说 中东景也好 徐耀昌也好 那个刘 刘我们这个刘县长 刘前县长也好 都说 徐志龙 不错 大家可以接受 只有他坚持着 我不要 所以才有这个后来的这个 中东景 中县长 所以他是蛮特别的 很看得开 看淡的人 然后呢 对于后进 老实讲很宽容 然后很愿意协助这个 世代交替晚辈的一个人 我觉得从政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这种起伏转折 比如说上个 这个月这个月 四月初的时候 您到新竹县立的这个生命纪念园区新风场说明会去致辞了 台下当时就有一些不理性的民众羞辱您说 这个说你是县政府的狗 但您的态度跟其他的民意代表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您当场就是非常强硬的捍卫自己的立场 您说这个照现场的人不要像狗一样乱叫 而且事后还发文说这个忍耐是有限度的 但您认为这一类的事情会不会消磨 某种程度来讲 我觉得消磨了从政的初衷 当然这个我们我从政二十几年参加过的抗争无数 抗争过焚化炉 抗争过什么灰扎掩埋场 太多太多了 那我觉得那一天的状况就是让我有点气愤 第一个那个一直在叫嚣的人是外地人 我要特别讲 他是外地来 竹南那边来 所以以前他们是什么抗争 他们很行这样子 所以外地请来 第二点 当天我本来不会去的 是这个自救会特别来邀请说我去 说你也来讲一讲 因为我后来有发表三点 第一个要听取民意 第二个也许可以考虑缩小范围减少冲击 第三个火葬场的部分 因为附近有一个私立火葬场 不是用满 所以也许那一部分可以合作 不需要再做一个火葬场 其实我有诉求的 然后他们特别邀请我 我可以不用去你了解吗 因为对我来讲我何必去反对洋文科 然后而且这个不是中央事务 这个是县政府的权责 照理说是议员们要去监督县政府 我是立法委员 我是监督行政院监督部会 那他们特别邀请我去 然后去一开头就噼里啪啦先骂我是狗 所以这个老实讲也令人气愤 不过说实在来 当然民意代表我做那么久 不管怎么样民众他们的诉求 我们都要很宽容耐性的去听他们 这个当然我自己也会自我检讨 不过我觉得那一天的状况是比较特别的 我就讲了这两点 第一个我是被邀请去讲的 结果你们不让我讲 他就用大声工一直干扰我 不让我 我说你到底要也不要让我讲 你邀请来又不让我讲 所以那个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背后的状况 我觉得那接下来这个您还会有从政 继续参政的打算吗 比如说新竹市长新竹县长 传说都在您的计划当中 这个想太多了 这个市长县长 这个都是四年后的事情 现在的这个政治瞬息万变 你看一个总统 这么近的事情都会一直变 本来侯市长是很高的 你看现在弄到这个 这个赖金德好像跑在前面 才几个月而已 所以想四年后的事情 老实讲白想 但说到侯市长 您有去跟他报告说 您这个宣布不连任 然后侯市长好像在拍拍你的肩膀 然后说兄弟我们做会打拼 你说这是不是他已经开始在释放 他为他自己2024在招兵买吗 其实他本来就有准备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只是他表态的时间点的问题 什么时候要表态到多成熟 百分之百表态还是要百分之八十表态 其实他大家都知道 从他选连任之前 大家都讲谁不知道说 侯可能是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大家都知道 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 侯市长其实他最大的困难在于 他有限职 他是新北市长 所以对他来讲表态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说你要参选总统 但是你不一定被提名 好你又是新北市长 你不能像郭董一样说我明天要去日本 我后天要去美国 然后要谈两岸 我要谈国际关系 谈台湾的经济 因为你是 第一个你还不是候选人 第二个你是新北市长 光光这两点就让他很难表态 所以他是困难的 那当然有做准备 所以我这一次这个退选 事实上有提早去跟他聊了一下 他跟杨县长都是我敬重的 这个党内的同志 所以我都有先跟他们聊一下 他确实他尊重 然后拍拍肩膀说 这会不会怕病 那将来我当然希望在总统大选 如果是我们的征召人选出来以后 当然我要扮演角色 这个是我记者会的时候特别提到 就是复选总统完成政党轮替 然后呢这八个多月 我还要继续看守国会 不是看守内阁 是看守国会 很多人都回去盲选举了 然后当然要帮新竹县争取更多的建设 就是我将来的八个月左右 还要继续做的 委员你刚刚说这个侯市长的困难 听起来就是他现在处于一个框架 他不知道他到底应该 以新北市长的身份去发挥 还是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这个状态未明 所以现在党中央的这个所谓 党内泛澜非律 是现在朱主席定调的总统候选人 征召三阶段 可是时间表没有随着 这个三阶段的目标明朗 你觉得这有没有触发蓝营的集体焦虑 当然我们在地方跑 对于这个 你看每天都会看到一些民调 然后从国民党本来很高的 就是侯市长很高的 然后慢慢被这个赖清德追过去 你说焦不焦虑 当然焦虑 因为整体国民党大概泛蓝 大概最大的目标 我个别有粉 锅粉 韩粉 猴粉 这个一定有个别的 甚至猪粉都有 但是总体目标最大公约数 政党轮替 这个是泛蓝或是国民党最大的心愿 看到这个国民党的第一名 然后那个节节这样子下降 你说焦不焦虑 当然很焦虑 但是这个状况就是因为时间表没有出来 所以会有很多的委员刚刚讲了 就是在这之中 不管是参选的人或他支持者 或者中间选民 会有很多的害怕或担心 你看像现在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他就昨天在台南籍的议员 台南的党籍议员 就陪他去扫菜市场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 因为之前很多绿营的节目都在讲说 你看现在国民党内 没有人敢公开挺郭台铭 可是这个状况随着郭台铭的动作越来越多 开始起了一些变化 越来越多支持郭台铭的党公职 慢慢浮出水面 那这个状况会不会让大家担心说 那是不是2020年的分裂的惨痛教训 又要上演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那我常常一直在跟支持者讲 我说征召前各自表述 征召后团结一致 拜托大家 除非你去利盈的 当然就是不要来反串 非谁不投 什么没有谁就交友 要么你就是利盈反串 要不然你是不希望政党轮替 请问这样还算我们支持我们蓝营吗 那你就继续支持民进党了 继续支持不要让他8年变成12年继续执政 打破台湾的这个政党轮替的历史 你知道吗 台湾你看从民主选举开始 最多都是周八年 那这一次如果民进党打破了 变成最少做12年 再连任 这个是第一次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大家要去用比较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好你刚刚讲到没有错 实陈的变动不明确 老实讲这个很容易造成将来提名之后的裂痕 因为对谁会有利 比如说往后延 延多久 可能对谁比较有利 如果提早 对谁可能比较有利 但是我们又没有明确 请问现在到底是5月会提名 4月底还是5月 还是5月底还是6月初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有一点让人担心 你如果说 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已经叫做征召 征召的意思就是没有游戏规则 就是没有时程 然后没有一定的标准 即使是民调 到底是两家三家 自己做的还是外面做的等等 所以是令人担心的 我还是再呼吁一次 各自支持谁 那都OK 你喜欢支持郭台铭 你喜欢支持侯友宜 像我们就表态比较 我倾向支持侯友宜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认为他比较稳定务实 比较不会有太意外的一些选战过程的重大事件 因为他毕竟选过两次的新北市长 所以各自有理由支持 但是希望征召之后大家都可以团结 所以时间不明朗这件事情确实会不止这个可能参选的人心里会有波动 那他们的支持者的情绪也会很难处理 像是还有一个难关 就比如说百万 所谓的百万韩家军说要在26号发动下架失格朱立伦主席 那韩市长看起来这些年是潜心公益 可是他的支持者 如果这些真的是他的支持者 还是按捺不住 所以委员你觉得目前党中央最好的解方是什么 我觉得支持者如果有那么大的动作 然后就一直号称他们就是韩市长的支持者 第一就是我觉得韩市长也可以适当的表态 那因为我们刚刚讲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那个卢秀燕卢市长做了很好的示范 他很早就摆离摆脱了这个暴风圈 他说我明确的我不会参选总统 也不会当副手 你看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摆脱了这个风暴你知道吗 然后也让国民党不会有更多分歧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给其他的高层的人 这些大人做参考 适当的表态让安抚支持者 像我们都要面临安抚支持者 像我这一次退选 你看我一定有我的支持者 为什么要退选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当然我们要适当的跟他讲 尤其是当他变成台面化的时候 像我那边的话是还好 都是一些私底下都在询问 所以说我才会讲说 要讲再见真困难 因为支持者一定会继续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但是如果台面化我就一定要出来处理 所以我建议要适当的一些处理 因为韩市长从来没有表达过他要选 这个大家有清楚 你知道吗 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当事人就没有要选 那你一直在那边鼓动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 那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当然你像你刚刚讲的 那是郑鄧韩粉吗 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当事人真的没有 从来没有表达过说 他可能会参选 只是他没有明确的讲说他不会参选 那像其他的候选人 就很清楚啊 比如说张亚中校长 或是这个赵绍康最早 后来他就不讲了 这个赵大哥后来都不讲了嘛 干脆说就赶快提名侯友宜 你看他表达很清楚 还有这个侯友宜现在也表达很清楚 我愿意承担责任 这个就是党没有叫我承担 我一定会出来承担 表达得很清楚 那个韩市长真的从来没有表达过 有可能参选的意愿 所以支持者真的也要尊重当事人 能够以团结胜选 然后政党轮替为最高指导原则 那希望可以这样子来 可以达到这样 我们刚讨论是前两个阶段 就是这个党内然后泛兰 看起来难度都很高 但第三阶段我觉得又更困难 就是到非绿的这个区块 这个立法院这个会期 有一个蛮奇特的现象 委员说是前所未见 就是民进党总召柯建民当时亲自跑去跟 那个时候正在坐月子的这个吴欣盈拉票 而且民进党主动让出了一席 这个赵伟给民众党 所以那个时候您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就说这个绿白的策略合作 可能会让蓝白的互信荡然无存 那国民党现在在总统这一关 要推出所谓非绿的思考 其实就是给柯文哲一个纳入一起思考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可行吗 立法院那个状况是特例 还是说它会扩散到2024的效应 我倒不觉得说立法院那个会扩散到外面 因为毕竟主要还是在于说 蓝绿之间 白绿之间 他们合作的基础薄弱 就是主要是在这个 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 这个算是冲突还蛮那个的 互相对干还蛮久的 所以不容易 没有这个基础但是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有它的效应 就是说因为招伟的选举 那每个会期都会碰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下个会期 还有一个会期 那没有招伟跟有招伟 在选举总统跟立委选举的时候 那差蛮多的 因为有招伟才有话语权 你可以排法案 可以排公厅会 你可以排专报 我就刚刚举个例子来讲说 薛瑞妍最近常常讲错话 因为我们没有招伟 我就没有办法把他请来这边 做专报 到底这些人骨头是什么事 你知道吗 这样工坊上对整体的国民党 会有重大影响 那那一次的这个招伟选举 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 就是说其实反而是策略战术上面要检讨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提早可能的部署 然后找这个民众党好好的谈 也许换我们让出一席招伟 都比现在的状况好 因为我们以前跟他们合作 互相帮忙排案都很顺利 比如说民众党把票给我们 我们帮他排法案 帮他排公厅会 排专报 这个都合作一段时间了 那所以这一次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自己掉了一席 就是我们的那个万安市长 本来在卫宏委员会 然后因为他选上市长 那我们那个林明珍 没选上补进来没有补进来 结果少掉一席以后你就少了筹码 但是战术上还是有检讨的必要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借进到2024年 就是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在想 我们三阶段是党内泛蓝非律 这个思考的话就真的要去做到 因为过去在不管是招伟 或者我们区立委的这个思考都是全拿 可是现在我们要去想的是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全拿这件事情 能容 容纳的容 能容是不是可以让国民党在这个 某种程度上面 我觉得也取得另外一种胜利 对 所以这个理论上是这样 我是支持你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要跟别人谈 那你到底有什么筹码可以跟别人谈 你可以让什么 你可以容忍什么 但是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可能 因为它框架在立法院里面 还比较好处理 但是到外面那真的是难度更高 还有考虑地区性 对 有地区性的问题 那国民党有这个威权 我说党中央啦 有没有这个power你知道吗 那个power可以来处理 这个还要再观察啦 不容易啦 然后柯文哲 因为他是民众党的主席 然后他要让这个政党存续 对 那所以他要不分区的选票 然后要立委席次 老实讲 那可是他存续的根本 要总统来跟我们配合 然后这个足以影响他的刚刚讲的 这个不分区的选票 还有这个区域立委 所以不容易 老实讲真的不容易 不然到最后可能他这个整个政党就不见了 有可能 对 所以他为了替民众党续命 他跑去美国 这一趟我觉得也是一个策略 因为他出国出访的这段时间 本来这个很多人就在一直唱衰他 说你一定见不到见不到 给他后来慢慢的拉出见他的人 也是有一些分量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发挥他最擅长的 就是讲政治上的大白话 所以对他个人 我觉得人设的稳固是有帮助的 那另一方面我就觉得 对国民党想要整合他的难度 是不是又升高 当然 这个 他只要越有话语权 然后越加分的话 要整合就当然越困难 不过 最后我还是觉得 有一点机会不是没有 是可以努力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国民党越强越容易整合别人 当你国民党都已经弱了 你要整合别人 要怎么整合 就跟你合作也不贏 要怎么整合 要会赢 基于说合作会赢 然后才有可能整合的好 所以国民党要先处理好自己 自己的候选人 然后能够谷底翻身 现在真的很低 然后能够谷底翻身 整合的机会就会大一点 我还是要讲 不是完全不可能 其实主要是看一个观点 你知道吗 刚刚讲说民众党看的是 政党存续的问题 续命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 叫做政党轮替 不要让民进党第八年之后 变十二年变十六年 用这种角度来考量的话 那就不一定说是没有合作的可能 因为我记得我也有跟 那个柯市长这个面 就是一堆这样聊天过 他其实也有某种程度 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政党轮替 的想法 确实啊 这个他过去多次 也讲过这件事情 但国民党就像委员讲的 自己要先强健提破 才不管是你要跟别人合作 或自己单打独斗 才有一点胜算空间 那马前总统在日前 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国民党的民调 还有往上攀升一些 这个是不是代表 2024年大选 民众还是相信说 谁才是可以带来 两岸和平的政党 会是比较加分 跟得到民众青睐 我这个特别 我有写一篇po文还没po 马总统这一次去访问 我觉得有两大突破 这个是很重要 对国民党 对台湾来讲都很重要 第一点突破就是 突破利盈 常常在戴我们帽子 叫做 你们都是顺从一中 我们每次都被打 亲中一中 这一次马总统把它讲清楚了 这个针对一中 顺从一中的指控 讲得清楚叫做 对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他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啊我讲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前都不能公开的讲 尤其在大陆 这一次公开的讲 这是破解民进党的这个 一中顺从指控 另外一点 其实像我常常 之前不是被人家讲做暗毒吗 对于对岸 有一些偏激的说 指责国民党叫华毒暗毒 这个也突破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主权独立的国家 叫做中华民国 那我们从1911年 就已经寄存的事实 不然是怎么样 我们还比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早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你还讲我说什么搞独立 我本来就存在什么搞独立 所以这个也反击了那样子的指控 我觉得对国民党将来两岸论述 你看可以讲得更清楚 以前什么九二共识 不清不楚 到底有没有一中各表 现在已经跨越了 那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个叫做直接直指宪法 两岸各自有一部宪法 你讲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讲我的中华民国 好 要处理的问题 剩下什么问题 剩下宪法里面领土重叠的问题 交给时间 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慢慢来处理 大家用和平 要尊重民意民主的方式 那要洗肝 大家要多一些耐性 慢慢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马英九访问大陆很大的收获 就是突破这样的指控 将来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像我这样的讲 对啊 我就是一中我就是中华民国啊 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我们这个智库的这个国民党国际部黄介正老师 他说中国大陆不认可的中总候选人不一定会落选 但是美国不认可候选人一定会落选 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到最后台湾会不会当选 是台湾人民在投票 那你当然候选人都会去美国 那是一定的 好像去数职是不是 还是什么 争取认同也好 去报告也好 但是投票的是民众 民众跟这个政治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到最后还是民众投出来的这个选票 所以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 那当然台关系是很重要的 就像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很重要一样 这是重要的 对外关系这两边最重要 跟中国大陆要怎么交往 要不要和平 经济要怎么发展 美国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 外交的这个主力的工作都在那里 但是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 到最后还是要回到民意 这个民众愿意一票一票的支持你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美国你去那边大概就一句话 就维持现状 美国一再强调 不希望用非自愿性的方式 或是以武力破坏现状 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我觉得这个符合国民党的论述 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现状 那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将来 我刚刚讲过 用时间 交给时间 大家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耐性 来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 我觉得那以国民党来讲 不会失分 就是美国它是一再强调是这样子 更符合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或是美中台的论述 谢谢我们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也谢谢大家收看 本周的今天节目来配 我们想有心意待见 拜拜 多谢